好 不過再來要討論 您有在用雲端發票嗎 財政部現在鼓勵大家環保一點 如果說你去超商結帳 去外頭買東西 有發票的就存在你的手機 你的雲端發票裡面去 除了讓你每個月在對發票 說中獎的機會比較增加之外 其實很多人不曉得 還有這樣的好康 有抽獎活動 而且獎品都蠻不錯喔 你看像是iPhone手機 飲水機 或是知名品牌的自行車 到你看Dyson吸塵器 還有Apple的MacBook跟iPad 其實你都有可能抽到 不過最近這一份 這個抽獎公告名單 就引發爭議 主要是有民眾 他把這一張圖片 接下來PO到網路上 大家就仔細看問題出在哪邊 一看不得了 怎麼有人重複中獎呢 真的是這麼好運嗎 那就算有好了 這樣的天選之人 竟然有四位 所以有四個人連中了三期 各抽到兩次大獎 財政部本來一開始的說法是 他們的抽獎絕對是公平的 但現在長官改口了 說確實他們後來想一想 這機率是應該是為乎其為 所以他們會進行後續的調查 你知道這件事嚴重在哪裡嗎 這件事在攸關財政部將來辦的 任何活動的公信力啊 財政部次長李慶華 針對雲端發票抽獎 真意接受質詢 就是要釐清為何會有四位民眾 可以重複中獎 查得怎麼樣 報為目前我還在查證中 還在查證 對 是 效率可以快一點 是 我們會積極請主辦單位 趕快辦理 而且我們會將查證的結果 對外來公布 說會積極辦理 只是前一天國稅局才強調 抽獎活動都有律師見證 過程絕對公平 公正公開 怎麼隔天就改口要清查 民怨浪潮擋不住 畢竟有九萬人參加抽獎 一共三次中獎機會 前兩次五個名額 最後一次則有九個名額 同樣的四位民眾要中獎 至少兩次 機率似乎非常低 我也有請那個統計學的教授 幫我問了一下 他只是跟我講說 這個已經小到 基本上很難比拟出來 重複中獎 機率到底有多低 有網紅利用AI試算 顯示機率小到即使 每秒進行一次抽獎 幾百一年也很難發生一次 用Trap GPT計算 結果更是接近於零 相當於連續十次中投獎 或同一人被隱石擊中兩到三次 從理直氣壯到調查釐清 主管機關態度批變 難免也讓民眾 對黑箱的可能性更加質疑